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又换了一个话题 从八卦太极 又换到了养生文化与健康 大家应该是期待一点 因为这个是非常的 和我们养生是直接相关的 但让前面也是 张广德老师呢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介绍它的是 它概括出来的三十个字 十五个方面 看看它是怎么概括出来的 这个是张老师 应该是在八十年代 他在这个带领 在那个媒体大的 应该是那个体育场 后来我问一下那个杨伯龙老师 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 他说但是呢 这个大家一看就是 双手脱天礼三交 当时的话 那个张教授是把武琴戏八段锦 等几套功法已经把它整理出来了 它叫做武导引述 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套 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呢 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健康长寿的十五个方面的 第十五个方面是静孝 然后第十四个方面呢 是佐补 这个是我们那个张老师 在端午节的时候 从北京发来的视频 胡晓菲老师录的 所以大家看一下 各位彼得大家好 在端午节时期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生活幸福 谢谢 好的 那么各位 我们健康长寿呢 是我们生活的最美好的愿望 我们有了健康 我们才长寿 中国这个文化 这个边字边持组 都是非常的讲究的 它把健康 放在长寿之前 如果你长寿不健康的话 也不能享受生活 所以我们说 是健康长寿 有了健康 我们长寿 才能看到这么美漂亮的 这个安静的那个风景 所以都是 不但是我们 这个现在人的 这个愿望 也是我们古人的愿望 从古至今 我们都有这个美好的愿望 那就是我们的一家 仙家 道士 方士 还有我们的养生学家 都有这个愿望 都在探讨这个事 医家大家知道了 就是中医 这个 就是治病的这些 仙家 大家也很容易懂 道士也知道什么回事 方士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方士是什么 方士呢 其实古时候 从秦朝到清朝 方士呢 都承载着一种炼丹 看到这炼丹炉 然后 这个 就是 就发掘那个 长生部老药 就是这一种 那我在网上找了一下呢 哇 这老头好帅耶 但是不仅如此 方士还有很 更帅的 这都是方士 哇 一个比一个美 一个比一个帅 一个比一个 希望是厉害啊 其实 这个方士呢 在这个 之前 从秦汉之后呢 都是 以道士为多 就是在那个 道术啊 炼丹啊 普卦呀 这个 灵性方面的这些 从事这一方面的人 那就是 作为方式就寻找这种 长生部老药 就是 期待着能够 有一种药吃下去 我们就可以 就是 就是 长寿 就是 雨天万岁吧 应该叫做 对吧 所以一直在探讨中 从 几千年 上古时期就探讨过到现在 嗯 就是 之前呢 因为 呃 这些人都就是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像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 哎呀 你吃了这个就生不太好啊 补这个补那个啊 什么东西的 之前也有 所以人呢 世界在变 时代在变 人 其实真的变得还很少 就像我们秦始皇 大家 这个肯定都不陌生 他修建阿凡宫 他也修建万里长城 非常有功劳 呃 那么呢 他就是 他也是 追求这种长寿 长生不老 所以 炼丹 就是吃那个 呃 呃 这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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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派人去 呃 到深山老林里面去 呃 采摘那个 吸收天地精华的神草 等等 他都做了很多这些个 呃 就是 求长生不老的这个 这种事情 比如说他 听 就是说有一个传说 呃 就是说这个阿凡宫 对不对 呃 有些人叫阿凡宫 但是 呃 西安当地的人 他的准确的读 他们的读音叫阿凡宫 阿凡宫呢 据说是 呃 他为了纪念一个女子 那个阿凡 把他修建起来的 那个阿凡就是跟他去采那个仙草的时候 在悬崖峭壁上 没人能攀登的那个悬崖峭壁上 去采在那个仙草 结果不幸 最到谷底 所以身亡 他特别痛苦 然后就修了这个宫殿来纪念它 这是一种传说 呃 那么他也派这个徐福 徐福就是一个方式 之前也讲过的 派徐福去东渡带了一大群 呃 这个男 同男同女东渡去 去取那个仙药 这个呃 结果呢 那仙药没有取回 他也没有这个 没有能力服的时候 49岁呢 他就身亡了 呃 三千同男同女带到日本以后 当地人还蛮欢迎他们的土著人 然后就 嗯 就是说跟他学一些很 就是先进的 当时很先进的 男跟女之的技巧 嗯 所以他们说云南很多人 很多日本人到云南去 寻跟问祖 可能与这个也有关系 嗯 因为上次我在 嗯 中国旅游的时候就 嗯 碰到这个当地的人 他告诉我 嗯 日本人来的很多 因为他们到那边去 寻跟问祖 嗯 说是和徐福东渡有关哈 嗯 那么 不光是这个 嗯 秦始皇 嗯 他只活了49岁 那么秦始皇 是不是他的基因不好呢 是不是当时的话 那人本来就是不长寿呢 其实秦始皇的真祖父 他活了74岁 就是在 当然真祖父 可能是他父亲的祖父 对吧 肯定就是在他之前 说明那个时候呢 并不是说 嗯 这个 49岁是一个正常的年龄 嗯 应该还算是年轻的哈 和他真祖父比较起来 嗯 长生不老 还有一位皇帝叫李世民 他也在追求 他最后呢 识仙丹 别人练出来的那个仙丹 他识了以后 三天以后 报病 说是水银症中毒 他最后那个消化系统的 全部烂掉了 就是这样子的 他活了50岁 比刚才秦始皇 多一岁 他也是 可能他不识仙丹 他之前这个李世民之前 他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的话呢 呃 因为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了 嗯 你知道大家有身体健康的时候 就不在意健康 但是一到了这个生病以后 就非常的想要一些 这个嗯 这个什么神丹啊 神庙啊 庙法啊 什么东西就有了 这个其实也是延续到我们现在 我们也有这个 呃 很多朋友可能很多人可能也还有这个想法 哈 所以那个李世民那个时候他也是 呃 服用仙丹中毒 好 那么秦代到清朝的皇帝中 二百五十几人 其中有生存年份 记载的是二百零九人 这些人的年龄 平均年龄才三十九点三岁 嗯 我就在那儿 准备的时候跟我儿子说 我儿子说 那你要知道当时的人是多少岁 后来我再查了 查了一些我能涉及到的资料 我查不到 因为我儿子告诉我 当时那个时候 可能秦代那个时候 欧洲人才二十多岁 如果跟那个比起来 那就是三十九点三岁应该是还是长寿的 后来我查到一个信息呢 秦汉唐三个朝代的免疫 就是说你可以不参加不增兵不到部队里面去都是在五十六到六十一岁这个区域内 那就不同的朝代就是有不同的年龄 就是说可以不参军的年龄呢是五十六到六十一 那么和这个比起来 所以的话呢 就是皇帝的生活那么好 那就为什么活不过庄稼 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是农业国对不对 那么你能够五十六岁或者是六十一岁你才可以不参军 那么为什么皇帝才三十九点三岁 这个就是一个疑问号 其中呢老师总结出两点 第一个就是违背了人的生理规律 第二就是违背了科学原理 其实我们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愿望 不仅仅是帝王将相有 我们的书东坡诗人书东坡他也有 他写过一句诗 大家能不能想得到哪一句 他跟他弟弟写的 那就是但愿人长久先礼共残觉 这个人长久就是长寿 所以他也很愿意长寿的 不管是怎么样 所以违背了人的规律 违背了人的生理规律 违背了科学原理 长寿只是一句 只是一个愿望 只是一句空话 那么千般疾病呢 就有四种病因 哪四种病因呢 第一个就是与大自然的不和谐 与大自然的实令不和谐 比如说春夏秋冬我们现在知道了春生夏长 秋收冬长 这个我们一直在那里刀刀刀刀了很长时间的 对吧 我们练功也是五行要平衡 也是这个 所以这个呢就是完全和我们的大自然应该是和谐的 大自然说春生了好那你就哎开始萌发起来的这种把心里的这种 这种这个浊气就把它给排出来慢慢的吐出来吸收新的空气 夏天以后呢我们该出汗就出汗 我们该到外面去这个这个游玩啊什么东西 好然后到秋天我们才有这个 种下的春夏 种下的才秋收我们才可以收到冬天呢就要藏 那一年 这个是一年 之前的一个 这个讲座呢我也提到了 一天也有四季 那就是早上中午下午 旁晚和晚上 对啊 所以我们这个运动的话呢也是疾病的话呢也要随着这个来走 运动的话比如说你晚上的话你就不能已经办就是说很晚了 或者是这个太阳下山了到睡觉的啊 你不说这个时候我一生很累了 那我去拼命去跑步吧 很多有一些这个信息就是资料表明吧 这个时候你要是跑步或者是干什么也容易就是 第一个是睡不着 当时我记得我们晚那个那个舞蹈舞蹈课的时候都是晚上 那么大家普遍的就觉得那一天跳舞的那个晚上跳回来是睡不着觉的 这只是我个人的这个感觉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很多那个人就是说 因为晚上过度白天一天不运动 晚上特别去这个运动以后 这个发生意外的事情也不在少数 所以我们要和大自然和谐 春天夏天这个冬天秋天冬天该干嘛干嘛 然后人的一天也是这样子的 还有呢就是与饮食的不和谐 暴饮暴食 然后这个就知道结果是什么 暴饮暴食我们之前也讲过脾胃的一些功能 那就是脾和胃 你不能平衡了 脾和胃是两个这个天平的两端 你吃的太多胃太多你就那个脾就不够消化 所以的话中医说我们脾这个肥胖的人一定是脾虚 脾虚是什么 因为你太多的东西给他 他负担不了 所以他就会引起了脾虚 这一个是暴饮暴食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喂了苗条 喂了那个就不吃饭 这个也是一个饮食的不和谐 所以不要和食物过不去 该享受的享受 但是要管住你的嘴 还有一个呢千般疾病第三种病因呢就是和自我情绪的不和谐 就是有时候愤怒啊 有时候这个沮丧啊 有时候这个忧虑啊 就是等等这一些情绪 他的不和谐 这个非常的也是非常的普遍啊 每个人可能都有这个体会自己 还有就是劳逸结合的不和谐 我们要拼命的工作没问题 一定要努力工作 那么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休息 这个就是千般疾病的四种病因 那长寿科学 哇这个老师把这个长寿就是说冠语科学的名字 我们怎么样长寿科学呢 我们知道人有先天遗传从父母进那儿带过来的 我们也有后天的这个设身就是养生 那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是先天重要呢 还是后天重要 大家可能都会说当然是后天重要 对不对 就是对了 有一个叫Tony他就是说 把这个遗传和先天和后天的这个比例呢 就变成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二十是你这个先天遗传的因素有关 长寿与百分之二十与先天有关 百分之八十呢 你后天的养生有关系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讲我们的第十五个方面 老师总结出来的是静效 静效 所以我觉得哇 还把这个 这个人的这个家庭把它 归纳到我们长寿的一个因素里面来了 确实后来想想挺有道理的 美好的人生呢 要具有三个条件 第一当然是身心的健康 身心不健康 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身体的健康 而是身心的健康 有了这个身心的健康呢 大家知道这个健康是前面的一所有的财产相貌 还有房子车子职位权利等等都是一后面的零 所以身心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幸福就是福人这一辈子没了健康就是在相忙 所以健康很重要 我看到这个我觉得挺好的 没有了健康都是瞎忙 我们千万不要瞎忙啊 守住自己的健康 在健康的基础上 好好的展现自己这一生 第二个呢 人生的这个呢 就是具备有一个事业有成 因为你不可能天天 现在有个新词叫做躺平 我们不要就是说躺平 还是做点自己觉得非常有用的事 不管你是喜欢干嘛 这个也是在日本现在非常的 这个这个 经常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向人精神 那就是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好 比如说我扫地对不对 金庸小学小说里面那个 这个扫地真人 他就是这样扫地的 所以事业有成 并不是这个 这个遥不可及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心目中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家庭和谐 家庭和谐就是 我们尽效就是家庭和谐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人 特别是独生子女那一代 现在可能应该独生子女那一代 会稍微少 这个慢慢会不会有那么多独生子女了 那么这一代的话呢 真是一个人 一个小孩 大概四到六个大人在外面围着他 所以真是变成了小太阳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只有长辈照顾小辈 没有小辈照顾长辈 那就是尽效这一个 就说的话呢 就说不通了 所以我们尽效是非常的重要的 尽效呢 我们清代也有很多尽效歌 我之前也没有想起 我们有这个三字经 什么地子龟 有很多东西 居然还有尽效歌 所以就是说 这个很多可能那个时候 已经有了这种不尽效的人 就是劝君养亲如养儿 哎呀我觉得哇 清代就这么说了 凡事莫推家不富 不管你家是富还是平 养亲和养儿 就是一定是一样的 现在就是孩子说了算 孩子要什么有什么 但是对父母亲 对爷爷奶奶可能就会有点欠缺 所以呢 尽效很重要 还有就是说 高阳跪地呀 什么那个 善鸟反扑啊等等 这些都在 这个给大家的一个例子 还有就是 就是 儿行千里 对不对 我们母担忧 那么母在千里之外 是不是我们也尽效了 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我们 这个 也是我们长寿的一个因素吧 一个方面 所以尽效 第十四呢 就是佐捕 佐捕的话呢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食物了 对吧 我们食物呢 一定要好好的吃饭 有很多人就是说 哎呀我不要不想吃 我不想吃淀粉 淀粉对我什么什么 肥胖啊什么东西的 其实我们是对淀粉有一个这个 嗯 误解 我们今后可能 嗯 曲立敏教授会讲到这一点哈 我就不在这里 重复了 嗯 我们还有一个佐捕呢 就是药捕 一个是食捕 一个是药捕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食捕 食捕的话呢 嗯 就是民间有一个 这个燕语叫做 猴头燕窝 吃猴头吃燕窝 不如多吃米窝 那就是说我们的粗茶蛋饭 比猴头燕窝更加要补 宋代路由写了就是 子驼之风炫熊掌 不如饭豆根与葵 那就是说你的熊掌 还不如我们的这个饭 不如我们的这个豆子 普通的一个食物 所以普通的食物非常的重要 嗯 黄帝内经也讲了 五谷为养 五果为柱 五醋为意 五菜为葱 所以我们不管是长颜 还是诗人 还是我们的黄帝内经 都讲了我们补食补 应该是怎么补 嗯 嗯 嗯 查了一下很多食补的食补 歌谣 什么古物 蔬菜 养生宝 四味 四信五味 韧君条 讲的特别好玩 所以我全部把它 那个 Copy paste的放这里了 嗯 大家 朋友的话 如果需要的话 都可以放到 放到那个那个网上 嗯 还有养生粥 养生粥也是 嗯 我觉得这个 这一方面是 就是说特别的 嗯 不同的佐料放在里面 八宝粥啊 什么粥啊 还有皮蛋瘦肉粥 比较有名的 对吧 都是在里面的 好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鱼 哎 我觉得中国文化 真是非常的奇妙 我们鱼歌也有 然后告诉你鱼歌 还可以这样写 这样写 成了一个三角形 非常有文化寓意 也非常的嗯 非常的就是说这个这个文化的厚度 我们从食物中间也可以体现出来 还有肉鸽 把肉就是说猪肉是什么姓牛肉羊肉马肉狗肉兔肉 所有的肉他干嘛的他都会有一个就是把它变成了一个歌谣的形式 这个是毛泽东最喜欢吃的红烧肉 所以 所以 调理脾胃是不是饿了 调理脾胃的话呢 它有六点 这个 我们就是说 您少不多 您饿不饱 您饿不肃 慢慢吃 您饿物囊 不要吃冷的 吃冷的以后 这个身体有一个反应 比如说你把冷的东西吃掉 喝冷水啊冷饮啊什么东西 冷的东西吃掉以后 然后你的肠胃就会 就是就是会 就是说 他会把用那个脂肪来保护你的肠胃 这个也是他们 我看了一篇报道说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腰肥 这个肚子肥这一些 所以这个身体的一个急救的方法 对我们的肠胃 昨天那个曲林领教授也讲的挺好的 他就是说人为本病为标 我们有病了一定是要改变自己的习惯 而不是就是说改变人 而不是去改变那个病 病在那儿 所以和我们吃的也有关系 要补的话呢 那今天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要补呢 我们从下个星期开始 我们从药补开始 我今天是这个 对 好的下个星期我们从药补开始 我们药补和适当的运动以及导引 我们讲这个 这个星期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下个星期就说 我们下个星期就带来 我们下个星期就带来 我们下个星期就带来